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是多么深爱香港这个国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yr 虽然 在官年 When I fight 在官为公众假期 至少今年无故加日下去 全民放假 至少都可能 人家休息够了 玩乐够了 此外我不知道 有些可能屎笛行人去去票站 去劝行 找拿拿姐拗逻人 罗大友 王后大道忠有王后大道西 哇 这首歌 掌至当当日唱超有韻味 自己一声拜拜,愿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识。 你说是不是这首歌是预言歌啊? 1967年,这个周恩来,主持着这个左派的斗争,在香港那里,就搞这个六七暴动。 而所谓的由皇后大道宗,搞到去皇后大道西,周乔惟都是人,讲紧的就是这件事。 而由于这样,就失去了很多的信心,很多人都移民啊,各样,那时候是想着这样,但是想不到今时今日变本加厉,在香港发生这样的事,由于没有了政权的认受性,啊,所以在2020年就搞了这个,都不是2020年的事啦,早有预谋啊,怎么会这么大份东西,六十几条写了下去,临时临急整,一早整好了,饱藏和心,老早就看你帮人不信啊,是吧? 要进行虚值霸的活动,再加上了,落他面了嘛,2019年,不过,就话说,这个李家超说的,好气氛啦,是有座第二天的投票,喂,如果是这样,2019年好不好气氛啦? 2019年,那一年的投票率高不高啊?所以,喂,他不单止不懂中文,不懂英文啊,也不懂科学啊,那当然啦,还要不懂眉头眼压,人家都倒闭啦,还叫人家好生意,朋友仔什么事啊? 有人说,这些就叫做亚超爵户啊,什么呀?迫着,什么都迫着不行的啊,喂,呱裙的啊,呱臭的啊,香左,就变成咸鱼啦,没得香左再出发的啊,那目前,他们就打算换个人头,是不是啊? 全部那些,完善乐实法,他那些有筛选的选举啦,什么都筛选出来,剩下他那些人,甚至乎民主派啊,搞个晚饭啊,什么鬼都好,都铲起他,挺可憐啊,已经爬过去,忍辱负众,塞了条腿出来的啦,哇,一下子踩了条腿啊,那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市民大众是为这个民主党抱不平,就是你不要欺负弱小啊,民主党都已经这么兜摸的啦,在那黑票的啦,哎,那没有的呱,你有你黑,他有他黑, 金梅啦,有些什么人可以选得下手呢,我都不清楚,我只见到麦润培啊,沙田友啊,那执行李箱啊,各样那些,纸皮箱啊,不是行李箱啊,2019年,啊,最有民意应授的一届,那就完了啦,可以说是历史的陈迹,哎,没有啊,有人说,反正你都是国际金融中心为止啦,啊,向这个联合国啊,申请做世界文化遗产啦,那多人那些百货应百客,有人来游览一下啦,是不是啊? Anyway,长情啦,我们又看一下那天有些什么玩,又不说杯葛各样,有免费东西你不去玩,是不是啊?有得玩,尽兴,那我不知道啊,有些想着12月9号已经订了啦,那回深圳几日游那样,会不会啊?我不清楚了,想做陪职人嘛,这个元素周期表,其实没有的呱,你想一下,内地人那个平均寿命又不是说特别短的呱 和香港,那你当然比不上香港啦,香港近了嘛,而且医疗便捷,那但是那些人是不是很健康呢?又不见得说真的很健康,你不是啊,周街走一下,你都见到不是三高又糖尿各样的啦,有多健康。 先讲一下大家有什么玩先,原来有夜间音乐会啊,就是有HAPPY白娜娜姐那些啦,是不是啊?在那儿旺祥嘛。 跟我说啦,就是娜娜姐啊,直接应该出唱片,在驱选那些票站那儿播啦,反正都是啦,是不是啊? 讲鬼入穷汉,啦,还有最重要一样东西,大家有得去玩的是这个,不是夜间音乐会,你小心啊,夜间音乐会,容易有些人叫你筹款各样摆下帽子,没有的。 但是这里哦,太空馆可以免费入场的,如果你对天文学有兴趣,你就可以去太空馆那里观赏一下啦,不得太空馆就没其他啦。 看看先,12月9号就有驱选彬昏夜,关仔观塘海斌啊,会有日间活动是什么才行的。 但是啦,当晚啊,就举办这个大型户外音乐会,以及无忍机表演。 哦,上次那个,有几架脱轨的嘛,堕海啊,无忍机啊,那些无忍机。 你堕海好了,不要碰撞人啦,好像想石屎那样。 Anyway,还会免费开放科学馆,哎,原来有其他啊,科学馆,太空馆,艺术馆,湿地公园, 用这些旅游景点去吸引市民流港。 那我就是问你一样东西啦,大家平时去科学馆,太空馆,艺术馆,湿地公园呢,有些什么人史在里面呢? 我就是记得学生时代呢,是啊,学生那时候。 那他就会安排这些的,你说喜欢不喜欢去,当然是不喜欢去,要写报告的,挡你的鬼。 参观就参观啦,又要排队又成,不过不用上堂啦,那小孩不用上堂都开心的, 但要写报告那里不开心嘛,最好报告都免除了。 那记者朋友啊,就问他啦,喂,你这个驱选,在这里做这个宣传呢? 这个宣传呢?哎,帮他卖了广告呢?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啊? 是不是针对不想市民,想他们流港,造成市民疲劳,令到他们呢? 可以增加这个投票率,也就是说香港政府是不是对投票率有期望? 喂,出尽法宝的啦!公务院,公务院家人,你敢不去?敢不登记? 屎硬啊!随时隔职查办,沽沙不保! 那至少他哭票呢?那里真是哭票啊! 哭了多少去啊?你20万公务员团队,成了家人,至少1.5件啦! 全家总动员出击,那有些不在香港就没办法啊! 那你计回,啊,大大话话都有几十万票的,你不要看少他啊! 那剩下的那些啦,那我不知道你杯不杯葛啦! 如果你呼吁投8票的时候,老脸会找你的,哈! 那这里都,提醒一句先,都没见过人家的,啊! 黑票黑到这么紧粗尼都行,监人奶后,霸王眼上工! 那但是他们很有信心啊! 李家超就说了,投票率没有最好啊,只有更好! 那其实,我都讲过你怎样做的啦! 第一样东西,我教你啊!不是掌心来,不是旅行车! 你只需要找大概每个票站啊! 三十个人!啊,那长期在那里排队,入完去了,出回来再进去, 跟着又出回来,就这样可以的啦!造成羊群效应! 那些人见到了,人家排队有时有些,不知道什么事的嘛! 见人排队,他又排队,以为有蛇齿饼总振,或者月饼啊! 那啦,就是唱片,什么都好! 总之,你有人排队,就会有人排的啦! 这个是香港文化来的嘛! 可能有两宋泛伦呢! 那结果,造成那个气氛的时候啊,就打罗打撑的啦! 同时之间啊,你真的需要那些实名各样的吗?不用的嘛! 到时你自己刺一下鼻孔,说有多少票就有多少票的啦! 甚至乎那些票全部印着李家超的墨头,有只公仔在里的! 要照计的,是不是? Anyway,他形容这件事啦! 鼓励市民,尤其是公务院,就要投票! 说要保护这个选举的廉洁安全有罪执行! 各部门要多元渠道,创新手法,去宣传这个选举的! 那我见到他很创新啊! 驱选,纷纷日,等市民进兴,然后去投票! 最惨的是哪个啊?最惨的是公屋户啊! 不能耍手令头的嘛! 在这里说,你选环选环L烦我喔! 有件T恤印了的啦! 你搞这么多东西给钱,是不是有私商秀秀啊? 查实呢? 就大家分饼仔那样的而已! 驱选奔不奔分呢? 大家捉错用神了! 就不是他要交差各样! 实情,就是给那些同乡会啊,的士佬啊,各样有些藉口! 那于是乎分一杯羹,其他那些不懂他那些呢,没钱分的喔! 所以真是关差我事啊! 你想想,搞驱选,搞到有大型音乐会,不用钱的! 啊!有无忍机表演,有哪家中资support的啊! 那但是果然就如同这个巧王啊! 有人说他又另一个巧王啊! 计许许是人之后,另一个巧王叫卓永兴的嘛! 儿子做导演那个,是不是? 他给了巧的! 除了掃街执垃圾之外,有镜头拍着那时候就掃了! 镜头另开了就没了,数把都飞掉了! 今次给出的巧就是驱选宾分日啊! 有些人看死他,说他的投票率呢,肯定跌破最低点! 我不是这样看啊! 我自己觉得,喂大哥! 你全部公务院那里,计算了很多啊! 我自己觉得,就私伤秀秀的! 全部都他那些人,哎呀!有那个目嘴嘛! 有人叫他木家俊! 话说,这个驱选宾分日呢,在谷投票率呢! 有评论员就认为,是因为他欠缺信心,怕被中央问责! 即是,经历过2019年之后,可能被人打屁股啦! 那现在全Q步都是他那些人啦! 你又不要以为他觉得羞恥各样啊! 一人选举都做得出啦! 那些什么,没有人陪跑的李家超! 那时候还在想着,会不会督见陈德林出来的嘛! 算吧啦! 但评论员就认为,其实,港府这样做呢,是有任务在身! 担心被中央问责! 所以呢,现在为自己啊,找了这个落台阶先! 有金进就做金进! 已经出尽全力,你不能说他不做事! 我又不觉得他需要交差啊! 死猪又不怕滚水烫! 更何况啦! 他都督令了这么多的公务员, 全家都一定要倒掉那些票下去! 大家想起,少林足球里面的强熊而已嘛! 足总足协足位,全部都是他的人! 哎,你怎么跟他斗啊! 个个都黄金有脚! 但带人家这么说,我就照说啦! 传说就是说,如果投票率低的时候, 即是之所以这么净! 如果没有人认同的,投票率低的, 个个去完玩的时候,即是不上寻欢啊! 小李飞刀的老母啊! 你尋欢就是小李飞刀啦! 个个不上去玩,第二天不在的时候, 又这么巧啊!宅正啊! 礼拜日嘛! 你很多时候,礼拜五、礼拜一, 请完假啦! 那就有四天去休息吧! 其实你直接锁了那个关口就行了啦! 但是这次巴之币啊! 有全力support之后, 改了游戏规则之后, 即是其实都必胜客来的啦! 个个都匹沙克啦! 跟着自编自导自演的时候呢, 扮到好像会有拉票那样喔! 这里,田北省,北神之心啊! 静海侯天灭中共路线啊! 话说他拉票的时候, 遇到两个奇遇啊! 七十几欧! 难怪他跟这个叶柳淑仪啊! 清兴道弟啦! 第一时间有问题, 就打给姐姐啦! 是不是? 七十几岁,权力欲还这么大? 不知他什么? 他哥哥好点的,田北俊! 耶! 至少不像这个! 有钱之余啊! 都还要这么无耻! Anyway! 他遇到个七亚七岁的阿伯啊! 就说今次呢! 是第一次投票, 是首投足! 就会支持他那个实证元卓! 实证元卓都被人翻桌啦! 他那张桌子不行! 未能获得这个三会提名啊! 没有足够啊! 那个提名, 于是乎只有一两个人! Anyway! 拍膊头叫加油! 我想起呢! 又七十几岁啊! 不是八十岁都来了! 拜登又是拍膊头啊! 又是这么做啊! 怕不怕邪啊! Anyway! 这个阿伯呢! 就将自己的处女票, 投了给实证元卓那边! 是这么说的! 77岁了! 人生第一次投票! 要支持田北俊地说! 啪啪肩膊头叫他们加油! 那原因是因为以前啊!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啊! 有朋友就叫他打电话找这个田北俊! 那结果几天之后真的有口罩收到! 今时今日啊! 还留着装着口罩那个袋啊! 所以就因为这个口罩! 啊! 所以就投这个田北俊一票! 那算不算费损? 不过都很久了! 这言后利益一个口罩都不会计较他啦! 龙潭为朱女士那些又是他那些人! 另一个要洗雪前耻地说! 这个叫吴秋德! 吴秋德就说了! 上届的选举不公啊! 那当然啦! 竟然有对手的! 他要没有对手情况下才叫公平的嘛! 情况就令我想起陈勇! 那谁是陈勇呢? 混员太极们的掌门啊! 那当日有个叫格斗王徐晓东呢! 就去踢盘! 但是对方始终名气大嘛! 那于是乎了! 安排了一场决斗的! 那以往来说呢! 很厉害的啊! 混员太极! 只手转下个圈而已! 啊! 接着弟子全部躺在地下的了! 那些内功劲啊! 怎料噔一声! 一旦交战的时候啊! 徐晓东打出一套组合拳! 腾勇难以招架击中面部! 向裁判表示难以再战的! 那就玩完了! 所以一句说完! 有对手的情况下赢不到! 那怎样可以赢呢? 他们终于解决了一个问题了! 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就赢了! 啊! 摘下了所有的对手啊! 我说不明白的! 我都给了很多的忠谷他们的啦! 都不跟! 很简单的嘛! 搞了这么多奔奔日! 驱选奔奔日! 市民大众有没有半点得益啊? 没有啊! 你最重要的不是这些买款买款啊! 最重要的! 很简单的! 投票! 当日啊! 走入去票站的! 每人给一杯橙汁他喝都好啊! 豆浆啊! 油炸鬼啊! 总之有自助餐啊! 在票站搞自助餐的! 寒烧什么都有! 那你又真是炒热气氛啊! 前那天有鬼用啊! 不过既然他都搞得了! 大家又无谓不领情啊! 你平时没去开那些什么太空馆啊! 湿地公园啊! 那我建议啦! 那天反正都免费的! 那你就约了亲戚朋友同好! 走过去玩个不易乐乎! 由开馆就玩到闭馆为止! 那你那天是不是玩到累奶奶啊! 累奶奶! 另一天就回家睡到黄朝白眼! 到醒了的时候了! 已经不知人间何世了! 山上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 那就好避了一劫! 这个底子啊!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 你呢! 就不如去郊野公园! 郊游! 但是郊游你都要交通费啊! 那算回! 就不如去这些啦! 有冷气炭! 太空馆! 科学馆! 艺术馆! 一次过游! 三馆! 不是三会啦! 不需要三会提名! 有三馆提名! 那就行了! 就不用像百姨叔齐那些 饿屎羊山! 以不食周叔的! 未去到这么高潔! 有得玩就玩咯! 但是又要这么说! 他那些吸不吸引呢? 那些文艺活动適合文人的! 又文化艺术各样! 如果各下 一早已经和那些朋友计算好了! 8、9、10、11号 就连续几日直入江门玩足七天的! 即是设计了旅行团各样! 又或者是 早已经在深圳那里设计定位啊! 这样那样的! 那就无论因为这些这样的东西 打扰你阿兴! 我们说marketing有一样东西的! 就不怕你丙他! 不需要你一定赚他! 最重要呢! 就是炒热气氛! 那可能今次! 所谓的驱选纷纷日! 为的都是! 至少你知道这样东西先啦! 广告界第一伎俩的! 是不是都要带出这个话题先! 带出话题有什么好处呀? 有得交代嘛! 你看! 即是我们做了这些东西! 做了这些东西! 逐个方格子在那里剔! 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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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都是那句啦! 什么都要黑的! 钱! 你又找杂七公走过去旧金山那里黑! 现在票! 你又要找李七公陈七公那些在香港那里黑! 什么都黑的! 那不行的! 行黑成性! 做这个世界的寄生虫! 其实! 好似老友计划! 就行啦! 找那些多米来! 系统基! 嘟嘟嘟嘟嘟嘟嘟! 想要几多票就有几多票了嘛!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更何况! 你左边也好! 右边也好! 选完之后呀! 按出来那张东西! 大家都知道什么了啦! 就作着共产区议会! 五个大字在里面咯! 到时国家要批价钱的时候! 那帮人禮手! 眼尾都不瞎一下! 就批了的啦! 私商秀秀! 贫庇为奸! 出卖市民利益! 观塘噴水池! 噴泡泡出来都可以失渠的! 而这些东西只会无日无知! 变本加厉的! 但是有人就看屎他! 一定是没有人走过去的! 那你又不要这样! 因为正如欧美世界国家而已嘛! 很多的政客挂个牌头出来! 你明知他那样东西都是消灭自己的! 但是西方呢! 都很多人投票给他们! 冤枝头都有蒙被刨杀! 你不见吗? 田北省都可以召唤到个77岁的一身人第一次! 头张柱女妃给他! 可惜他不是个阿婆啊! 是个阿伯! 但是这种这样的谶语啊! 即是在这里商认呢! 我建议那个阿伯! 你70多岁那个! 他不是happy白! 他是口罩白! 那拿着当日用完那个口罩! 还给这个田北省! 感谢他的恩德! 那才是吧! 是吧! 还回100个干酥饼给他! Anyway! 总之有票吧! 我们一起来看看! 12月11日! 会有什么精彩的结果出现! 这么热闹! 一定很成功! 就是这样! 今天说到这里!